韓國市面上有這麼多櫻花肯定的零食 其實櫻花味是什麼味道呢? 這裡還有六款櫻花味零食 阿奇,你先吃哪個? 這個,這個很熟後面 這個之前是黃色版,已經很紅了 很香奶油麵 我跟原本的味道差不多 不過最後好像有點不同 平時有 Rose Latte不是有點Rose味嗎? 它就是有一個Rose味 這個款式已經是我平時最喜歡吃的 不知道是不是被它粉紅色影響 我總是覺得它有些草莓味 但應該不是的 不是草莓味 對,不是 因為草莓味會有點酸的 好,我覺得還是沒有味道 跟白朱古力味一樣的 不是不是不是,真的有不同的 好,那白朱古力味加一個味道 可能這個是櫻花味 因為它真的說是櫻花味 然後手上這個朱古力派 偶爾都會出特別版的 而這個櫻花櫃的特別版 就是草莓味加芝士 我覺得它上面有紅色的草莓味 所以其實它也挺重的 草莓味 其實它也挺重的 草莓味 其實它也挺重的 草莓味 這個蜜糖米條 它是為了響應這個春季 所以換上新包裝 但是味道似乎是一樣的 過了草莓味之後 就不需要蜜桃的季節 這個Paris伏芸 最重要就是這本蛋糕了 超美的包裝已經 看起來很香的草莓味 我不吃蜜桃的味道 我覺得今天有很多零食 都只看得到 只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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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看得到又吃得 絕對推介 嗯